一家转能或许应该即将转占Ace Market的公司 新业务蕴藏着巨大潜力 而且还可以让人烦恼顽童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 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 约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 就从这里开始 那今天小编想与大家分享一家比较特别的公司 SuperGenics Berhad 因为这家公司并非来自我们熟悉的Main Market以及Ace Market 而是在只有高收入群体才能投资的Lib Market上市 那么为什么小编我要介绍这家Lib Market的公司呢? 那当然就是小编我在这一家公司察觉到了巨大的潜力 而且他们的产品不单只能健身保健 还能烦恼还通哦 至于是怎样的潜力 未来有没有可能转版在Ace Market上市呢? 那就请留守到影片的最后哦 那SuperGenics的业务主要是为实验室和医疗中心提供无程式解决方案 包括设施规划、建设、建造、安装等等的一站式方案 但是真正的重点并不在这里 而是他们在2022年时所投资的新公司 也就是Hope Stem Cell 那今天我们也将会把重点放在他们的Hope Stem Cell身上 以便让目前市场上的投资者更加的了解他们所投资的新职公司到底是什么 那Hope Stem Cell顾名思义就是向市场提供干细胞疗法 Stem Cell Therapy 也可以称为再生医疗 简单来说就是将优质干细胞注入体内 以促进功能失调组织和细胞损伤的修复 而在经过医学专家不懈努力之下 干细胞的技术也越来越成熟 并且也展露出了干细胞疗法无与伦比的医疗价值 甚至也堪称为未来最大的医疗趋势 不过与美国、日本以及欧洲这些国家相比之下 干细胞疗法对于马来西亚来说 还是一种非常新颖的治疗方式 但是也因为这样 也显得Supergenic这一个业务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 但是如果要了解干细胞疗法真正的潜力之前 我们除了要了解干细胞的功用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先了解人类最大的敌人 也就是衰老 那随着科技进步的同时 其实我们的医疗水平也越来越发达 以前许多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 以现代的医疗技术都可以治疗 但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以及压力也不断的加快 不但忽略了自身健康 甚至还养成了许多不良生活习惯 而这些都会不断损害着我们的生物分子 也就是我们人体内所谓的DNA、蛋白质等等 而这些生物分子所累积的伤害 将导致我们的细胞老化和功能下降 进而衍生出各种的慢性疾病 像是血管疾病、心脏病和糖尿病等等 更严重的是由于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会随着衰老而流失 甚至会导致我们的皮肤出现皱纹、色素沉重和黑斑等等的皮肤问题 尽管也有不少人也意识到这些问题 因此他们也积极地去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 像是饮食均衡、运动锻炼、摄取更多抗氧化物质等等 然而这些方式只是用来预防或减缓衰老 并不能逆转衰老 尤其是之前已经产生过的损伤 而且更不用说这些衰老所引起的慢性疾病病程不大顽固 也非常难以治愈 大部分的传统药物治疗的效果也不大 很多的时候只是治标不治本 但是连传统药物治疗都不可以的话 那么肝细胞可行吗? 那我们就必须来了解什么是肝细胞 肝细胞俗称来说是我们人类身体当中的原材料或种子细胞 虽然肝细胞自身没有任何的特殊结构或功能 但是它们具有独特的繁殖能力 能够不断地复制并分化成多种类型的细胞 像是心肌细胞、脑细胞、骨细胞等等 从而形成我们人体内各个组织以及器官 并在维持这些器官运行和修复上有着重要的作用 而我们从出生那天起就拥有大量的肝细胞来修复我们身体部位发生的任何损伤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肝细胞的数量也会逐渐减少 像是30岁之后,我们的身体器官损伤及消耗可能开始慢慢地超过肝细胞的数量时 我们的肝细胞就会无法修复这些损伤 之后衰老以及其他慢性疾病就会伴随而来 但是这也代表着只要我们能够补充肝细胞就能改善这些问题 而这就是所谓的肝细胞疗法 那肝细胞主要分成两种 那就是胚胎肝细胞Employnic Stem Cell和成体肝细胞Adult Stem Cell 而Supergenic肝细胞疗法是通过静脉注射或者局部注射的方式 像我们的人体注射全新的肝质肝细胞MSC 也就是成体肝细胞的一种 而这一个肝质肝细胞具有强大的分化潜能 能够分化成多种的细胞类型 包括了股细胞、肌肉细胞等等 那我们每个人骨髓中的肝质肝细胞库存有限 而且会随着年龄和疾病的增长而耗尽 而导致人体的组织以及器官衰弱 那当肝质肝细胞注入体内后 这些细胞就会流向受损的器官当中 以促进功能失调组织和细胞修复 同时也达到抗衰老的目的 那以我们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皮肤老化为例 当皮肤和血管内的细胞老化时 血管将会变得相当脆弱和僵硬 而导致血管阻塞和容易破裂的问题 这时干细胞的作用不仅可以修复血管 还可以进一步再生新血管 因此将恢复血液循环系统的功能 总体来说我们人体就好像一辆汽车 而干细胞就是当中的电箱和油管 当你的电箱没电时 油管出问题时 干细胞就能向你的汽车提供新的电箱和油管 让你的汽车重获新动力 那干细胞疗法主要是通过从另一个来源 借用干细胞为我们提供了延长寿命 保持健康的第二个机会 而干细胞能够在人体的脐带、骨髓、脂肪组织 以及牙髓中采取 但是Supergenic则是精心选择了 因而脐带作为干细胞的来源 因为脐带中有一种叫华通式胶 Wartens Jelly的凝胶状物质 不但拥有丰富含量的减脂肝细胞 而这些肝细胞也是最年轻以及最原始的 此外 Supergenic也会通过各种专利技术 以提高高质量的肝细胞 而他们截取了这些细胞后 Supergenic将会在实验室培养大约10天左右 直到这些肝细胞达到一定的质量以及数量以后 才会注射到人体 而且Supergenic的肝细胞技术更是业界中的佼佼者 每次都能培养出最少150M的干细胞 而且也获得ISO-IEC-17025检测的质量保证 反观其他同行一般只能培养出50-100M左右的干细胞 另外小编我刚刚也提到 干细胞需要流向受损的组织以及器官才能发挥它们的功能 而这些受损的组织以及器官都会有SDFE的基质细胞衍生因子 而这一个SDFE就好像干细胞的GPS能够引导干细胞到这些受损的组织以及器官 而这个过程我们也叫做归槽效应 这也就是干细胞疗法的强大之处 但是干细胞的归槽效应依然带有一定的随机性 根本无法按预期发挥功能 而每一个人的器官衰老程度也不一样 因此需要治疗的需求也大大不同 不过Supergenic目前已经拥有能够根据每个人的具体需求 从而进行特定的个性化处理 像是一个人可能需要针对他的心机的干细胞 而另一个人可能需要修复大脑和肝脏的损伤 这时Supergenic的精确干细胞配方就能够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 也就是能够客制化这些干细胞 让它们到特定的目标位置前移 以达到更好的修复效果 而这些都是Supergenic干细胞疗程法当中无可取代的优势 那么说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也有疑问了 像是注射干细胞会不会有副作用 那这里要说明首先就是 干细胞疗程在马来西亚是受到多个机构的严格监督和监管的 而Supergenic的干细胞的制造更是最新获得马来西亚卫生部 以及欧盟医药监管局认证的公司 甚至也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注册 可见它们的科技和安全性是极高的 那整体而言 干细胞疗法由于拥有强大的医疗潜力 目前是已经被应用于多个领域 像是心血管病 精神系统疾病 肝病 肺病等等 并且给这些顽固的疾病带来了治愈的希望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相信干细胞疗法将会应用在更多的疾病治疗上 并且也会越来越普及化 根据市场调查报告 2022年再生医学的市场规模高达12.2B美元 而预计2027年时将翻倍增长到40.6B美元的规模 那对于Supergenic而言 干细胞业务蕴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 尤其是对于马来西亚这种新兴市场而言更具有发展的潜力 那荧幕前的你们对于这一种干细胞疗法有没有兴趣呢? 还是说对于这一家公司未来转战AIDS Market有没有兴趣呢? 有的话请在留言区打上E并留下您的高见哦 如果有兴趣的话 小编我未来可以再做一支更详细的影片来讲解他们未来的计划 那如果对他们的干细胞疗程感兴趣的朋友们 也可以点击留言区的链接了解更多 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 有些故事用于赞颂 有些用于警戒 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 请大家三思而后行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 下期更精彩 请敬请期待 谢谢大家的收看